200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爆出司法丑闻,该州卢泽恩县两名前地方法官恰瓦雷拉和科纳汉被指控收受两个私营青少年监狱承包商将近300万美元的贿赂。 作为回报,从2003年到2008年,他们轻罪重判,先后将3000多名青少年送进私营监狱,以增加囚犯数量。 这起丑闻被公众和媒体称为孩子还金钱。 2011年,恰巴雷拉被判处28年监禁,科纳汉17年监禁。 8月16日,宾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判定,两名涉事前法官再向受害者赔偿2.06亿美元的赔偿金,包括给将近300名受害者的1.06亿美元的补偿性赔偿和1亿美元的惩罚性赔偿。 这些受害者中,79人在被送进监狱时还不满13岁。 相关赔偿裁定后,一名原告律师表示,将对两名涉事者的资产进行调查,但是不认为他们还有什么资产能够支付这些赔偿金。 8月18日,为特朗普家族效力于40年的前首席财务官艾伦·魏塞尔贝格,与纽约检方达成认罪协商。 他承认了曼哈顿检方提出的所有15项罪名,涉及隐瞒特朗普集团向其免费提供的豪宅、豪车以及孙贝的私人学校学费等, 并故意在个人纳税申报表中隐瞒收入,未能如实申报的收入达到170万美元。 魏塞尔贝格与检方达成的交易包括偿还近200万美元的税款、利息和罚金,并放弃上诉权利,换来5个月的有期徒刑和5年还行。 在整个控辩交易中,最关键的一条是魏塞尔贝格同意在曼哈顿检方后续对特朗普集团税务问题的刑事诉讼案中出庭作证。 所以,周四审理此案的法官表示,魏塞尔贝格税务欺诈案的最终判决,需要等到特朗普集团的案子判完后才能做出。 如果他未能履行认罪协议,将面临5到15年的有期徒刑。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座清真寺8月17日晚发生爆炸,有目击者说爆炸是自杀式袭击。 警方18日说,爆炸造成21人死亡,33人受伤,尚无组织或个人声称制造这起袭击。 调查人员正在爆炸现场调查。 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凶手将很快为这一罪行受到惩罚。 日前,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7个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 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议题考虑,提出20项具体措施,切实解决家庭后顾之忧。 为支持托育服务的发展,有关部门将聚焦婴幼儿照料,不断完善规划、土地、住房、财政、投融资、人才等方面的支持政策, 实施普惠托育专项行动,多渠道扩大普惠性托育供给,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到2025年,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的婴幼儿托育数将达到4.5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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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